然后在那边就是买了一些石油的装备 然后又完全改了 然后就变成房地产 然后就很好玩 就suffer 他对他不断的有浪 抓机会很快 确实厉害的不得了 你记得那个时候 中国社会的气氛是什么呢 那对钱是什么 什么态度呢 是一个 钱怎么态度的 最起码就是没有今天这种财富透明度 比如说我这个人我记得 许荣茂 我当时我在上海看到有一个广告 世贸宾江 就是在上海很有名的一个楼盘 他的广告叫6888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就说 谁能买得起这个电话号码 应该是可以上榜 然后我找到了 我就是打电话过去 然后打电话过去以后 发现找不到他们这里的 但是这倒是一个福建的老板 给他们福建的总部打电话 终于发榜的前两天就找到了他们了 他好像拍到前十年了 印象也蛮深刻的 陈丁华就女首富了 全球白出其他女首富 就是后来才知道的 就是很好玩的 很多好玩的东西 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你当时想过中国企业家的这种 对你们的这种信任也好 白酒在哪儿都是在这儿 确实是有心理矛盾 我这个心理矛盾 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你自己还是很自豪 因为你再怎么样 你是万分级的 还是百万分级的成功 其实是相当的幸运 不容易 所以这块你应该特别的自豪 其实你会到全球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愿意 把他的财富放在阳光之下 但是他认为放在阳光之下 可以帮他放大 所以他才愿意上市的 我今天发了榜 有一个人就说 我不愿意上榜 你把名字拿掉 我说没办法 你上市公司的 谁都能估算你的股份 你的股份就 这个企业的百分之二十几 这个企业值一百块钱 你就二十二块钱 我就 你懂意思吗 就你在公开场地 你就可以把自己放大 但是同样你要有这个阳光 我觉得中国的环境 可能更复杂一点吧 我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不认为 因为我自己学了历史的 这个历史有关系的 我记得有一次的 我在海淀那边 就是往那个游艺宾馆走路的时候 就是我跟一个同学 一个中国人在一起 然后我们看了一个高档车 我说你以后你应该开个谈 我说给他开玩笑的 我就没说什么 然后他很严肃地回头 我说no 我不会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那些车都是绿的 蓝的 白的 绿的是跟军队有关的 蓝的是跟海关有关的 白的是跟什么物工还是政策有关的 是国家的 所以作为一个老百姓 我不可能 找 作为一个 有开这么一个车的 而且我本来工作都是分配出去的 所以是不可能的 对 那个时候 大家不愿意谈论金钱的 包括对钱 也觉得跟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关系 他的人生就会很固定的 上班 但是真的是在92年就开始了 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真的是很好玩 我听到了新疆人就跟我讲 在新疆创业着的 都跟我讲他们会坐火车到深圳 去买什么电子产品 然后把它带回那边 然后就那边就是买高价 西安的成都的 当然上海的北京都在跟我说 然后就是第一通经 就是慢慢从这里就来了 深圳就像我们中国的 the west 西部一样 go rush it was a go rush it's kind of interesting but这些故事 我觉得挺挺值得说 挺值得记录 那如果从第一份榜单到现在这个20年 如果划分这些企业家 或者说不同的阶段的话 你觉得能分成那几个阶段呢 第一批是做贸易的 第二批是做海南 然后第三批可能做房地产 然后第四批可能说是开始做制造业的 和出口早年的网络等等这方面 今天是这几个阶段 我的深刻的一种感觉是这样子的 就是如果我们要写企业家历史 这帮企业家肯定会超过了第一批 罗克法拉姆跟卡纳基的企业家的 他们的规模其实会做的有可能还要大 因为目前还是年龄也不是特别大的 然后我另外一个深度感受的到 你现在到大学生去做 去接触这些四年级三年级的 很多人就是有个创业梦想 然后就觉得说不定我也可以成了 那个下一个喜茶的年孕城 才29岁45亿的 不上90年就是你的梦想就可以放大 包括他们不同的generation之间的这种变化大 比如说喜茶这样的小伙子 年轻一代20 something 他们跟之前的比如是20年前 他们的这个mentality有差别大吗 我早年这是美国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中国这些企业家 你的上方企业家有什么共同点 第一 诚心 第二 清分 第三 务实 然后最近我又做了一遍 然后我发现第一 创新 第二就是资源整合 就包括资金 包括你的合伙人 第三 速度 然后你逼不过速度 诚心还在 只不过排到后面一点 呃 务实 就是现在你用人家的钱 就不用那么务实 就是 清分 那我估计这个是不说了 当然大家都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 清分了 那你觉得中国企业家的这种问题在哪里 它的不好的一面是什么 呃 缺点的话 呃 一个人群缺点不好说了 嗯 呃 那就 有几个发生 第一 我们现在发生这些 80后的上榜企业家的 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最大的名校的 清华 北大 附带 赵达 上这些学校我觉得越来越重要了 嗯 第二个发生 我中国的女企业家很特别的 嗯 我们一直研究这个女企业家 研究了从06年 当那个九龙之夜的那个张英 当首富的女人 她是中国而全球白手旗家的 最成功的女企业家 全球的Top10最成功的 Top100个最成功的女企业家的 白手旗家的 可能70个来自中国的 但是他们的年龄 现在基本上都是60后 50后 嗯 90后80后 几乎没有的 中国的女的80后的企业家 这个比例是远远低于张英这一代的 嗯 还要去理解 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有可能 现在的80后 我觉得是脑子 其实比当时的创业者要大 因为你现在这个市场的 竞争对手都多 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去成功的 其实不上一千那么容易 你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脑子 就是这几个学校 你要筛选出来 你的成功还是不成功的 嗯 然后小康社会来了 所以这些女企业家 没有这个创业的动力 上可能20年前那方的 嗯 这不是一个 可能不是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问题 就是可能不是一个 一个人物的问题的 嗯 但是这个点到底在哪 可能就是到最后就一句话 嗯 我认为我一直问这个问题 就是这是一个历史偶然 嗯 还是这是一个必然 今天我就说了 嗯 一个一句话就是 五年内 中国应该会有个十几个万亿计的企业家 嗯 然后如果你你你就把它当一个胡说了 那就没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你再想一想 基本上可能性还蛮大的 黄振的速度是不可思议 嗯 真的不可思议的 你想一想一个成立才五年 创造了两千人民币 这个速度是 呃绝对是一个实际低 嗯 往新的财富就这一年就是涨了三四倍的 这速度就快 当然 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 你像那个伊隆马斯克嗯 也就是往万亿计人民币的 走 亚马逊的Jeff Bezos也差不多到了 所以可能 五年内的 世界有可能都会有个二三十个 万亿计企业家的 这是一个 创造一个新的思考 嗯 你说这些人值不值得有那么多钱 嗯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 就 我 我 你还有时间吧 走一走 下面 哦好啊 这有三三步 嗯很舒服啊 现在还行 还不错了 你应该还在看你的 bookstore 对啊 我在对我平时做 bookstore 然后我是写 writing books 对 对 你会觉得 sometimes very bored like you're making lists I'm making lists 嗯 从 the list itself 嗯嗯 Normally is pretty exciting 嗯 原创一个list 还是挺好玩的 然后 但是这个list要改变谁 我们要定一好 嗯 但是这种 呃 business 方面的 嗯 嗯 yes sometimes it's quite boring every five years 我就有点 自我 自我 怀疑 怀疑的 啊 要不要 继续 管掉了 还是要不要就卖掉 还是要不要就不做了 嗯 还是 基本上没五年的 嗯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有一个 嗯 家族 家族朋友的 有一次我问过他 在我的十五周岁的时候 啊 我说 你有什么建议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嗯 我说 到我这个年龄 当时他可能七十岁不到一点 嗯 你回头看 你的一辈子 如果你某一年 你不做跟往年一样的 你会特别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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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头你会记得那个年 你回头你就想我多做了 多讲了一天晚 whatever it is 我说 no interest 所以 我没有做到 完全到位的 but 嗯 yeah we try our best how would they do it if you understand the story of the the 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china 嗯 超 我都不知道 嗯 very interesting 能进去吗 能关门呢 谢谢你们 帮我介绍这个地方 这个我应该来 做这个单子 你觉得最不舒服的 经验是什么呢 你不多 但是偶然受到威胁 怎么威胁啊 打我家里门口 敲上门 啊 说我们知道你住在这儿 不要把我们老板放到家 我还是当年写上去的 因为她是公开信息的 你没办法说no 嗯 那老板现在还正常吗 没错啊 哈哈 不是因为我 哈哈 but i think one of the one thing i'm proud of 嗯 as i said to you before is that i think because of us there is more transparency in the market 嗯 and the transparency has to be a good th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嗯 you more more transparency moh 创意精神 我做这个list 目的有几个 一个是我上给自己看 谁是第一 这些人的故事代表新中国了 这是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有一个 印尼的前总统叫苏哈托 然后那个时候被报道了 报道了很多 他好像是钱 成了多少个billion 嗯 我都觉得怎么一个国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认为 这是可以通过这种媒体的力量 那 嗯 哇 这就是苏州河 穿苏班西 哈哈 是在中国水是 money呀 水是财 这个水比钱轻很多了 哈哈哈哈 可以 这个可以吧 可以 可以吧 鲁森堡一样 是一个啤酒 有有有 这里有鲁森堡的啤酒有没有 鲁森堡 鲁森堡 鲁森堡没有 嗯 能不能给你推荐你一个鲁森堡的啤酒吧 哈哈哈哈 谢谢啊 谢谢啊 thank you very much 嗯 来我们去门口 那不是nice 再回去会觉得困难 你说到回去英国的会 其实 我怎么说 我没有把它当回去 嗯 有点奇怪的一种思路 因为我在 鲁森堡长大了 然后在英国 嗯 嗯 所以在英国 我正式住过了也就四五年 啊 所以我没有这种感觉会英国的 嗯 虽然我当然我是英国人 嗯 我心里我认为我是英国人 我但是我 嗯 我创业跟我太太 嗯 第一次认识 我说我不是这种 愿意三年在这儿 三年在这儿 三年在这儿 我去哪儿我就愿意做深一点 嗯 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会 才是二十多年跟我太太 我没想到她能耐心二十多年 因为她的中文不是特别好 哇 谢谢 哇 太喜欢了 谢谢 i need a little bit of food 嗯 有一个有一个点 我觉得我们今天 可以稍微长 长开的说 嗯 百富棒上的 这不说几大的 就是可能这世代的十来年 十五年内的 会有个 最起码一万 十万亿到十五万亿 这个财富的所有转 转到 嗯 二子女儿 嗯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 一个点 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认为它应该不应该传到第二代吗 啊 二代值不值得 受 呃 继承这笔钱 不知道 其实这也像一个 之前 Creating 这个Wells 是一个 epic 现在也像一个 就怎么把它 从这个地方到下面 这是一个epic 而且很可能也把它们crush掉了 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嗯 但是 现在的企业他们就是胡商沟通 胡商商那个 商学了 胡商是朋友可以学很多的 你看你放错了 儿子和你女儿结婚 whatever it is 可以上各种的办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我觉得 那个传承的事情 其实 是 我有个有一点好玩的一点事情 我太太第一年 第一天来上海的 我带她到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楼 我说我特别想想办法 把这栋楼买下来 嗯 因为它有历史 嗯 位置多么好啊 我知道这个楼肯定会 但是我义无所有 没办法 但是如果我有爸爸给我担保 嗯 那我能把它买出去 这笔钱是银行给的 你可以说我是白手起家 我爸爸才给我签个名 担保 嗯 但是我没有这个办法 他老实说我是白手起家的 哪儿白手起家 不可能呢 嗯 he is a 很传统的富二代 嗯 很多人就认为 我们做富豪班 我们care富豪 嗯 其实我们不怎么care 我care故事 嗯 我就care 他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 他不是其他人 嗯 这是我要挖出来的 但是我们不想鼓励 富豪 变得更富 嗯 这不是我的工作 我的鼓励 是更多人 就变成写账 嗯 嗯 这个概念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 嗯 那今年的榜蛋 应该说是比较有特色 因为疫情以来 嗯 全球的经济就碰到了 麻烦 应该说是 巨多 嗯 但是最起码我们在榜蛋上 今年 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 我们看那个疫情 嗯 嗯 我可以分三个阶段 疫情后两个月 全球的财富 不管 包括中国 包括所有的 下降的本地 第二个两个月 就基本上 V字星回复了 我们全球最成功的企业 V字星回复了 然后第三个 两个月 基本上从六月份到今天 三个月 崛起了 这个是非常的奇怪的事情 所以说疫情之下 应该经济做得不好 这一年是我九层年依赖 我很难想象 是从来没有见到一个财富增长 上进来 你觉得这个财富在这么短时间里 这么大量的积累 你觉得对社会的这种冲击 会是什么呢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但是我觉得绝对是 我们全球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你怎么看这个 你觉得这个决击方案在哪 好像没有什么方案吧 历史上的方案都是会发生 social chaos 然后去把它们再切分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但我觉得它们会造成很多的angry 就是带来的一种过分的不公 过分的不公平 不平等带来的这种 它会必然要产生很多angry 对 但是有可能我面对没有用 因为这个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矛盾 因为你这个财富我们英文叫 an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多了一个零 就是一个游戏的 没什么意思的 所以 为了鼓励更多人就是 不看我们榜单上的数字的 我做了一个财富自由门槛 我就问了一大堆的企业家的 就是你认为多少钱就自由了 然后我有四个标准 一个是入门记的 一个是一线城市的 再好一点再国际的 那国际的我们大概算的是 三千万 五千万美金的 三亿人民币的 再多你就没有用 但这个国际标准是 你是一个全球技术企业家 你想在马塔顿有一套房子的 包括香港有一个别墅啊 这种东西 完全财富者 就三个亿 我们百富棒门槛是二十 其实远远超过了 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的 我们就发现这个幸福之数 最快乐的 可能就是在三千万人民币 这个是看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每一个都有点不一样的 但基本上 你能买得起一套房子的 能为你自己生活的教育 医疗能满足的 就已经了不得了 再多的话 你应该怎么用 比较好 他除非他们会要 他们要寻找一种很好的方式 去distribute distribute这个财富 对 确实绝对是一个难题的 肯定会个别人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人 就是万一记的 企业家的五年内的 但是可能其中会有个两三个人 会做万一记的捐赠 但是都会鼓励他们 但是大头不会 估计的不会的 你像我们今天的三千亿的企业家 有多少是做了几百亿的慈善捐款的 两三个三四个 就不多的吧 问题在这儿 嗯 就我一直强调就是 我们要鼓励第一代企业 从富豪变成新贵 嗯 新贵我认为是和富豪 最大的区别是文化和子人 要把它变成的 新贵变成一个社会进步的 社会进步的 生贵或者是一个 对对对 寻思思思本 论文化 你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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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一杯吧,我们分一下,看,少喝一点 对,我太太让我少喝 我们要印上富,比较贵 这是我说那个3D的概念,是一个Roof 一个上面的,一口,一甜,叫物质品 然后贵是中和贝,然后那个中是你 我理解的,你要坐在房间的中间 我的理解啊,不一定是对的 你已经不是收藏你吃的,不是这种物质品 你收藏的是一些文化和自然 尊敬是来自于你能坐在房间的中间 那你就收尊敬了 中国经济开始明显的起飞了 是南逊的第二年 然后就是我就是在5C去做那个强制的那个工作 英国人在5C的那个工厂 带了一个很重很重的传承机 因为他要把所有的那个design 那个试剂图就是要发给5C的 安装一个传承 我花了大概三个信息,确实我失败了 我没有安装成功了 因为你要有个电话号码要排队的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查队的 所以到三个星期后,确实我就很没面子 但是发现很多人装电话 类似这种东西的,我认为还是比较的怎么说前进的 然后我97年到了上海的一个安大星 那帮人就是超级优秀的 今天的阿里的董事长张勇 也就是我们那帮安大星的人其中之一 然后还有其他的,现在就做得比较好的 然后就慢慢就通过安大星的一些朋友们 就开始认识的中国这种变化 我的一个好朋友在都伦大学的 他学了1900年,中国的一些诗歌都死了 那些人 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他说我很有兴趣,我想知道 那个人有没有说这个人的影响了 他是不是那个时候有没有在一起啊 就说你学这个东西的 我在做什么,我在做 你是可以见得到一个历史诗歌的一件事情 I'm touching history 就这么一种感觉的 所以我就在想how to记录 你当时就这个 因为我当时有个中文老师 是一个政法大学的一个女孩子的 然后她会每个星期给我准备一个课 然后我会提前一个星期跟她说 请你帮我今天讲一些中国娱乐 然后她会做一些语课 然后就是我们会一起聊天 关于中国娱乐的 还是中国美式的 然后有一次我就说好 中国企业家 他第二星期回来 一个人都没找到 我说那你这根本可能 您中国的Richard Branson去选 你应该知道的吧 中国的Berry 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把这个概念 再跟我的安大兴的朋友们就确认了 那本人你也是今天可以看了 还是蛮优秀的 他们都不能说不出来了 那我们就感觉我有个时程可以做的 嗯 一个榜单是一个记录的方法 但是这个完全就改变了 变了是吧 但是那个优衣品应该在这里吧 嗯 友衣 那是友衣宾馆 那个是友衣 那个就是吗 对对就是 我当过那个友衣宾馆的第一个 嗯 他们有一次请我们留学生到他那里吃饭 嗯 然后我们可以免费吃饭 然后到最后他们就拍了很多照片一天 嗯 我应该给你找出来 嗯 当时那个广告 而且用用了大概是20年 嗯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我不进去的 嗯 就是我和我的一个同学的 我们俩在吃饭 像 给人感觉就very高大像 哈哈哈哈 我大概前年还是去年回来了 然后我带我太太和孩子们到人大 但是几乎人不出来了 我特别喜欢站在我们 因为我们的那个留学生楼 当时是海淀区最高的一个楼 嗯 可以看得很远了 嗯 现在应该是这边的最矮的楼之一吧 嗯 当时我们就 我特别喜欢站在那个楼顶 嗯 拿两个凳子上去的 跟我们同学的去聊天 会有没有在一起聊什么呢 会 talking about future 当时是那个第一次 嗯 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嗯 嗯 然后都比较有好奇的 this big country what is it doing 哈哈哈 所以我是下午不参加课 我就下午做了一个 嗯 做了一个part time job 嗯 是做什么 嗯 玄武公园 嗯 玄武公园 做什么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办公室 做 这是在中国第一个PR公司 嗯 那个时候的公关的概念 嗯 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意思 对 基本上是那些卡拉OK里面的小姐 哈哈 做公关的那个时候的 就 没有一个公关概念 对 对 然后就没有收到一分钱 嗯 哈哈哈 但是比较开心 因为确实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嗯 但那时候会有感觉做一个foreigner foreign students 会有那种privilege 那种感觉强 嗯 嗯 嗯 我们感觉非常有钱的 嗯 虽然不是有钱人 但是我记得我北大的一个朋友的 他就可能一年你就这么几十块钱了 可以花了 嗯 我每一次是我亲他 与赏肉赐 公报纪念 哈哈哈 对 差距还是很大 现在中国留学生他们很多有钱人 立刻就买了房子去读书 那现在我们应该是完全倒回来了 对 哈哈哈 totally change 那么毆了 SO 需要 提供 吏 这个 真 debating 发� 居